孩子要懂父母的心啊 我们很多孩子不学佛 所以他们也不知道孝顺 更不懂父母的心 有一个三口之家 家里在当年的时候 买了一个很大的电视机 他们想把电视机放在自己的睡房 当时孩子说 我们要把他放在客厅里 而妈妈非要放在他们的卧室 双方有争执 最后妈妈妥协了 电视机放在了客厅 很多年过去了 妈妈临终的时候 爸爸才灿灿巍巍的对着女儿说 孩子啊 你妈妈非常的想念你 她想让你经常回来看看我们 父亲并说 当年你妈妈要把你的电视机 放在我和你妈妈的房间 其实我们并不是要放在自己的房间 而是想让你到我们房间来 和我们一起看 这样你才能多陪陪你妈妈呀 这个女孩子这时候才知道 父母亲的爱是这么无微不至 所以人要懂得了解别人 你才能拥有别人 一个人能够了解别人 你才能感动别人 一个人对别人不了解 你永远不知道 这个世界上还有真实的情感 所以学佛人要懂得感恩 要懂得慈悲 更要懂得包容和圆容啊 谢谢大家